一開局都已經不利了 全個星期跌了3% 單日一開已經跌了1.5% 今天還跌得多於上個星期開局當日 跌了1.8% 埋單的恆生指數 完成了一個可以說 之前說的16,800是底 16,500有支持都已經失手了 沒有什麼所謂支持不支持 其實有時候說這個是世界的東西 最重要是看Fund flow Fund flow 資金流就是一切 沒得爭辯的 沒錢 港股這些外向型的市場 見水即生的 沒有水 有水就放水 沒水就散水 上一次真的前個星期 我們說萬六危危符 港股追渣沽 今天就是港股厲害了 弱到沒有朋友 沒有錢進去 跌都不用理由 是不是 都不用四處找理由 就算基本因素可以頂得住 今天都是出現試倍功半的情況 好像今天有一支大人足的 微創老科學發營起 今天埋單升7.5% 不過上個星期五它跌了1.3% 今天點升都補不回那棍了 今天恒指最多跌過391點 跌了接近400點 再拆新一個低位 還有留意今早 其實就是高開 高開46點 高開低走 還要整支大陰燭這樣灌下來 其實這條10天線 是上一條20天線 一段日子 但是橫行走 還有一些跌倒 今天連最低限度 那條20天線的阻力16547 都過不了 過到的 16547 又是有些得而復失 其實上個星期五 都失手了 那條20天線 不過今早一高開 那個market就被它騙了 應該不少人 因為一開已經開在16581 開出來 已經可以說是差不多高位 那16592 下跌上去 那個market還以為有些景 誰不知 一下子批回來 其實就 又是中伏 它還要開市之後 下跌上去 所以有時 形勢被人強 我們說 就算我指數怎麼走 你都敵不過資金流的 還有今天有太多的負面消息 當然美股那邊 繼續都是死撐著的 最主要就是 星期五晚的飛龍 還有失業率 出來都比市場 預期是好的 而 減息的機會率 就進一步降溫 那雖然美國國會那邊 已經講好了數 又可以 避免過停擺 不過美國的債務 已經去到 34萬億 美金已經拆新了一個新高 比起一個quarter之前 一季度之前 還多了幾萬億 那時候債台高速了 遲早的事 爆布 當然了 因為它們可以引人指 但是我們夾著美金 都是有些擔心死路一條的 還有現在的錢 都拿了上上面花 遲早都 看來都不用港幣 看是用不免費的 是吧 都是自己拿來的 造成的 那整條下降軌 一直這樣畫下來 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可以畫到 這條下降軌呢 我想如果用 用去年三月 去年三月那個低位 由去年一月頭 一月尾 去年一月尾 高位見過22,700 一直畫下來 那高低位 其實已經形成了 一條下降軌 那一月尾 又幾個月尾 去年十分 是 十分之中 回到 就可以了 所以